接下來的東西是一個算一個觀念好了 就是一個限時生活的事情要你知道一下 叫做電力的輸送跟消耗 就是電力東西用各種方式發電 我們以前教過的能源嘛 水力發電 火力發電 對不對 核能發電 各種方式發電 然後呢 再把電呢 送到你家裡去 所以呢 這邊有個發電的系統 然後呢 送出去 然後呢 發電系統 發電之後 之前會是個很多高壓 所以你看到左手邊 這邊有個所謂的超高壓變電所 超高壓變電所 然後呢 接著還有所謂的 接著還有所謂的一次變電所 二次變電所 這些東西呢 就是要 讓它的壓力 電壓升高 或者是降低 電壓升高或者是降低 然後呢 像這樣 降到你家裡去 然後呢 送到你家之前 這邊有畫一個東西 這裡有畫一個東西叫做 電線桿 變電器 那個是進到你家裡面的 最後一個變電器 降到你家裡所需要的 到要降的一百一十不特 二百二十不特 不過這玩意兒 應該已經絕種了 至少在台北市算是絕種了 以前學校旁邊那個還有一個 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了 因為現在都變成在路邊的 放在地上 告訴你電器設備 起霧 攀燈那個 那都放在地上 就是已經電線桿變電器 這個用意兒已經絕種了 送人家裡去 也就是它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個高壓 進到你家門之後呢 會變成低壓 為什麼出來要是高壓 那我們等一下要告訴你 那就是 它發電 經由種種的配電的設備 然後最後送去你家門 那不同的工廠 它會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你看到有些工廠的電壓很大 有些工廠的電壓比較小 用不同的形狀這樣子而已 就是讓你看過去就好 你也不用特別背它或怎麼樣 知道有什麼一回事 就可以了 那 基本上它一定要是一個回路 電流就是要回路 出去要回來 要回來 最後要回來 要回來 好 我們講過電流是一個推一個嘛 一個推一個一個推一個 最後一樣推回來 就像這樣 這有個發電廠 它發的電 中間不管它經過多少個玩意兒 這個電流最後一定要回家 這個電流最後一定要回家 不管這邊做了多少 反正是要出去 最後一定要怎樣 回來 電流要形成一個回路 最後要形成一個回路 好 這是告訴你的想法觀念 然後反正當回有一件事會跟它有關係 當回有一件事會跟它有關係 OK 那 基本上輸送電流銅線呢 是我們講過導電性第二位嘛對不對 所以它電阻非常的小 所以它損耗的很少 但是呢 當你拉很長以後 它還是會有很多的損耗 我們講過它會跟長度成正比對不對 所以 雖然銅槽線電阻不大 但是呢 如果你拉很長 它還是會有很多的消耗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來跟各位看一下 它的消耗的狀況